不是死寫成死的 而是寫成活的話 該怎麼做 基本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執行起來 剛剛是這樣 下拉 玩具這個可以判斷 但是後面新增這兩筆 就會是空置串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改了前面部分 後面要跟著改的話 那各位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其實那個邏輯判斷就是一副 什麼呢 有點像那個 Vlook函數 我去找 然後呢找筆 如果找到筆的話 一樣嘛 反正它在A欄的隔壁 在B欄 所以如果找到A欄的話 就把B欄的資料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來不就好了 所以我找到A欄裡面有筆 對 如果 找到的那個 筆 然後他在A欄的第 比如說第6 6的位置 然後再把隔壁的 同樣的位置 拿過來就好 所以這個邏輯觀念有之後 我們要重新撰寫 就很簡單的 那怎麼做 基本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1個 就是 我們剛剛 寫在這裡 在這邊 Change 首先一樣把上面的部分 把它註解掉 然後重新寫 寫的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把剛剛寫好的 剛剛我們寫好的 那一 這邊有沒有 把它砍錯視一下 複製一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寫法 只差一行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要不要切過去 要 因為我要切過去 筆 切到這邊 平平 然後 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跑回圈 那比什麼呢 比 如果 等於 玩具的話 玩具在A欄 那我就輸出 B欄的資料到哪裡呢 到那個 對那個 Test Box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的寫法 就是直接 怎麼樣 把剛剛的程式碼貼過來 然後呢 跑回圈一樣 不用改 只有改這裡要 這邊怎麼改 那切回去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 下拉選單 下拉選單是這個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把這邊 Copy過來 這一段 把它Ctrl C一下 然後貼過來 就是如果那個 Combo A 裡面是玩具 那不是玩具 是A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A欄 A欄應該知道 Cell I 豆點 A欄 這樣就是去比A欄 Zen 如果你是簡單敘述的話 直接寫後面就好了 不用再endif 因為理論上我們是要 Enter兩下 然後加一個endif 因為我後面 直接是怎麼樣呢 把什麼呢 把這個 其實這一行